大家好,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养生和食品安全 买蔬菜水果都要仔细挑选一番 事实上更加的讲究啦 可是还有很多家庭中的厨房 有一些物件存在健康隐患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给大家分享 厨房里有着四样东西应少用 看完赶紧丢掉 跟个视频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第一种就是各种各样的清洁布摆结棉 像我家一条是擦灶台 一条是擦洗手池 另外一条是擦餐桌的 分开来使用 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及时的丢掉 特别是擦灶台的这些清洁布 非常容易积在油烟 时间一长用手摸上去 这个清洁布都是粘粘粒粒的 非常难洗干净 千万不要只用一条清洁布 又擦餐桌灶台 就连洗碗洗锅都有同一条 这样非常的不卫生 清洁布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要及时的更换 家里面也要备几条颜色不一样的 比较好区分区域 千万不能够混合使用 还有就是很多家庭都喜欢用来刷锅洗碗的 海绵擦也叫做百结布 吸水性很好 也有很好的气污能力 但是像这样子的百结布非常的便宜 通常只要五毛钱或者是说一块钱一个 制作的成本会更低 这就难免会使用劣质的材料 比如含有大量的甲醛等等 用来刷锅洗碗 甲醛就会残留在这些玩具当中 经常用来刷锅洗碗的话 危害是比较大的 如果家里面有这样子的百结布 最好是不要使用 可以选用像这样的丝瓜烙 缝隙大 不吸水 不吸油 纯天然又环保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变小了或者变薄了 就可以直接扔掉也不会心疼 非常的环保又省钱 如果找不到像这样的丝瓜烙 就可以用一张清洁布来代替洗碗 对于像这样的百结布 不用或者少用才是最好的 第二就是像这样已经发霉的案板 平常使用的案板都是木质或者是竹质的 加上我们南方空气又比较潮湿 案板用久了以后就会发霉 像这样的煤板有一种毒性很大的霉菌 叫做黄曲霉素 用高温也是无法去除的 而且案板在用上一段时间以后都会有一些划痕 划痕力有食物的残渣续菌等等 所以当我们的案板使用一段时间以后 就算没有发霉用上三个月半年都要及时的更换案板 平时每次切完菜的时候呢可以用食盐白醋来搓洗 保证能够去除一些污垢和续菌 切菜切肉用起来才更加的放心 切记如果有发霉的案板一定要及时的丢掉啦 第三就是像这样子的塑料餐具 里面的图案非常的鲜艳 有的还做成卡通的形象五颜六色的 非常吸引小朋友的喜爱 很多家长为了让小朋友不轻易打碎碗 就会给他使用像这样子卡通的 或者是塑料的碗具 但是像这样子不管是彩色卡通 还是平常用的这样子的大碗 都是属于优色彩制作的 里面的燃料如果遇上高温 就会有产生不良物质的情况发生 而且像这样子的塑料碗非常容易变形 不管是大人和小孩都不建议使用像这样子的塑料碗哦 如果担心小孩在吃饭的时候容易摔坏碗 可以给小孩用这种304食品级不锈钢的碗 不预碎也更健康 第四种就是筷子 筷子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 一般都是用木质或者竹质这两种材料的多 也是属于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 而且像这样子颜色深的筷子如果发霉 肉眼很难察觉 很多人认为筷子没有变形 没有折断就可以继续使用 但是筷子在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不只会发霉 还会变得毛躁不光滑 非常容易藏匿续菌 筷子用的时间越长续菌就越多 加上发霉之后也会产生黄曲霉素 对我们来说 对健康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所以建议大家 一般三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一次筷子 平时用完筷子清洗的时候 多用洗洁精清洗几遍 一周把筷子放到蒸锅里边 蒸下十分钟充分的杀菌消毒 避免病存口入 以上就是厨房中常用 但是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掉 卫生情况的四种用品 看完以后赶紧到厨房中检查检查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